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 大家吉祥 这一个月是7月 刚好汉学院在8号9号有学术研讨会 紧接着15、16 新加坡 汉尼夫先生 在马来西亚办了两天宗教和平会议 而且他们都是跟随老和尚的理念 18号是他的老师哈比哈山 在新加坡办宗教和平的活动 那我们首先很感佩 这些其他宗教的长老 他们对师父的理念如此之认可 护持 他们也在弘扬 记得二月初 刚好亲自有见到哈比哈山长老 他是穆罕默德先生的敌传的后代 所以在伊斯兰教很有影响 很有地位 老人家应该是七十多岁吧 身体都还挺硬朗的 跟我们谈话的过程 他提到了 说师父 永远在他的心中 所有跟随他老人家理念的人 也在他的心中 那程度有观察到啊 这个长者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啊 他眼睛是泛着泪水的 非常真诚的 所以得不顾必有灵啊 你看我们师长得到不同宗教长老 啊 啊 如此高度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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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我们的学处了 啊 啊 人的身 这个真诚心呢 啊 可以 超越 语言 宗教 要 种族这些 外在的限制啊 啊 能成为知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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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说 成者物之忠实啊 真诚心 是成就事情的根本啊 那刚好 啊 因为老人家是7月26号原集啊 啊 所以台湾办三天的 啊 纪念法会 7月21 22 23 那这个应该有全球 应该会 啊 上网播出 好 那 这282930啊 啊 也是香港 办 师长的 纪念活动 纪念法会 哦 所以刚好 7月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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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德要参与 啊 这一些活动 好 那当然香港 这个 法会啊 应该也都会 啊 透过网路播出 啊 这个要首先呢 跟大家致歉 哦 7月份这一堂课之后啊 啊 可能要等到下个月啊 才能够跟大家来交流 哦 那刚好呢 啊 最近跟 啊 同学啊 啊 在 学习试书 哦 那这个内容呢 啊 也有啊 啊 在询文成总啊 刮出来啊 供大家 啊 参考 哦 哦 师长有提到啊 啊 啊 小孩呢 从小啊 啊 先学圣学根子根呢 呢 这个是学做人 啊 扎做人的基础啊 啊 中学啊 啊 哦 那这个诗书啊 教导我们做事了 哦 哦 那大学呢 学群书之药 哦 那群书之药 就是修齐自凭的智慧 哦 那 我们互念下一代啊 学习这些内容啊 哎 那我们也得 下一些功夫 哦 那这样 啊 这些 经典呢 成为我们家庭的 共通语言呢 哦 比方做起事来 哦 欲数则不达 哦 在家里面互相提醒 别着急 别着急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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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些共通语言呢 哎 谈起来 哎 家庭气氛呢 会挺好的 哦 而且这些经典呢 教导我们 建立理智的人生观呢 哦 哦 现在 这个世间的诱惑那么多啊 这个理智不建立起来啊 啊 要抵得住 外在那么多的诱惑啊 哎 确实不容易了 哦 哦 况且啊 现在呢 地球变春了 地球春了 哦 哦 哦 假如你遇到 世界有人了 哦 哦 到时候人家见面 哦 哦 哦 问到你 哎 你知道论语吗 哦 你知道哪一句吗 哦 哦 到时候答不上来啊 哦 哦 那 我们就会很不好意思了 哦 哦 就像成德跟大家提过的 哦 哦 我有一次遇到一个 伊斯兰教的长老 啊 他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知道成菜绝粮吗 哎 诸位 忍者啊 你们不要当故事听啊 啊 啊 你现在在神舟大地啊 会遇到很多不同种族宗教的 朋友啊 是吧 我们要建立文化自信啊 啊 啊 这几部重要的经典呢 啊 尤其 这些教诲啊 啊 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的 哦 这些我们还是要下功夫来深入 啊 就像我们 啊 一开始啊 啊 我们 深入的主题啊 啊 就是五轮 啊 跟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不管他是哪个种族宗教啊 一定都 要学习啊 要学习啊 伦理 道德 因果教育 人无伦外之人 学无伦外之学 啊 刚好最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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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同学们上课的过程 啊 啊 有分享到啊 一段呢 老法师的教诲 啊 老人家提到了 学佛啊 在哪里学啊 啊 啊 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啊 啊 学习了 啊 啊 就像忠庸说道不远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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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 为道而远人 不可以 为道了 啊 道是什么 道是真心呢 真心离我们很远嘛 啊 啊 好 论语又说了 人远复栽啊 啊 啊 我遇人 思人至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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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让 情绪 不让烦恼做主啊 我们正念现前啊 正念提起来 正念提起来 这句阿弥陀佛提起来啦 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啊 所以念佛即是至心献啊 至心献时方念佛啊 但是不念是迷啊 一不念呢 又是妄想 烦恼做主了 虚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即结业之所了 忠庸说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 可离非道也 我们一不念佛 答妄想 就不在道中了 所以认知到这一点呢 那这个佛号不能断 啊 尤其佛号一段 脾气一来 白修了 火烧功德领啊 论语里面讲的 儒家强调的 乘分自愈啊 那个分啊 要克制住啊 迁怒啊 哇 你看论语在哪里啊 论语可不能在 两个礼拜交流一次的课程里啊 哇 那我就太对不起大家了 论语就是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了 假如大家觉得论语是 两个礼拜一次的研讨啊 哇 那我已经浪费你很多时间了 我这个罪过很大了 道不远人了 圣狂之分在乎一念 我们能克念就作圣了 啊 啊 虹名正常自性啊 老实念了这个自性 这个光明啊那慢慢就透出来了 啊 所以 我们真心现前 当下就是道场 何处是道场 老阿尚说 你今天洗个手 用肥皂洗手 这个肥皂泡 喷到水龙头上面去了 也没去擦 这个肥皂 接触到这个水龙头金属了 它开始腐蚀了 水龙头寿命短了 自己的寿命也短了 折了福报了 不爱洗东西 洗个手是不是道场 你用真心就是道场 就是积功累得 洗个手也是礼净诸佛 把水龙头擦干净 不破坏到它 用水的时候 没有开得很大 很节省 这都是礼净诸佛 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都是诸佛 情与无情 同缘总治 有情无情 都是我们自性所变 所现 一切法从心响生 所以我们礼净人事物 我们的真心就现前在当下的境界了 那我们穿衣吃饭 用真心啊 都是积功累得 洗个手也是积功累得 我们用了旺心了 我们用了旺心了 水洒了一地了 下一个人来 哎呀这前面的人怎么这么没有功德心啊 让人家生烦恼了 那这个叫造业了 那师长 这一篇 假如大家现在手上有 可以发上来 好像标题是 你觉得学佛在哪里学 就像 哎呦 今天好像不是讲论语了 变成讲世书了 好 对不起啊 这 你看中庸啊 庸是用 用忠啊 什么时候要用忠啊 其实就是什么时候要用真心呢 你不用忠啊 你就会产生问题了 你用忠了 你就发起充满了 你就解决问题了 这差很多 举个例子 今天我们吃饭 要不要用忠啊 哇 你不用忠 哎呀 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 吃得撑得要死 晚上还睡不着觉 哎 过了 哎 你吃少了 啊 上班时间 咕噜咕噜 叫得别人都听到了 哎 不急了 哦 所以伦语说 过有不急啊 哎 吃饭 有没有忠庸之道 哦 而且这个忠庸啊 很有意思啊 他不是死的哦 啊 因人因时因地啊 不一样 哦 不是说忠庸 哎 经有一支尺啊 十五公 三十公分的尺 十五公分 这里叫忠庸 啊 不是的 嗯 嗯 哦 哦 哦 比方一个人 今天的状况啊 跟明天都不一定一样啊 哦 去年跟今年呢 都不一定一样 哦 哦 比方说你 这个 今年运动多了 哦 身上的阳气比较足了 哦 所以你穿的衣服就少了 是吧 哦 你假如还穿一样的多啊 那你就流汗了 嗯 哦 哦 不一定适合自己的状态了 所以自己的状态要随时清楚啊 哦 你看吃饭要中庸 哎 要出门了 穿衣服要不要中庸啊 穿多了流汗 穿少了感冒了 哎 我们是中华民主啊 你看这个中字有味道吧 不能过不能不及 不能出现执着点 哎 一出现执着点了 你看东西就看不准了 哦 所以大学说了 好额知其恶 物额知其美者 天下嫌疑啊 哇 你太喜欢这个人了 你看执着点出来了 他的问题看不到了 哦 所以说 慈母都败子啊 啊 你太溺爱你的孩子了 你把他可害了 哎 哎 你看这个人不顺眼了 哎 执着点产生了 你看人家 不客观了 物额知其美者 天下嫌疑啊 嗯 心要保持中正了 看人看事看物才客观了 不然主观太强了 哦 所以这个执着点呢 一不小心 他就冒出来了 比方 哎 我们经历过事情啊 我们有经验啊 哎 过去的经验呢 会不会造成现在的主观呢 有可能啊 哦 所以格言里面讲啊 建言者 你要给人家提提 建议啊 要置身于利害之中 你不能置身于你以前的经验之中 这样你给人家的建议啊 就不够 这个契合他现在的客观状况 哎呀 我们以前是怎么做的 你们以前的公司多大 他现在的公司是多大啊 那所具备的条件 不一定相同 你拿着这啪 经验就给人家套过来了 所以用忠啊 不能出现执着啊 都得因无所住啊 不能理经验主义啊 你要完全设身处地 体会对方的状况 而身其心啊 给予他 最适当的建议 所以中庸里面特别强调 树道啊 中树为道不远啊 大学里面也是都讲树道啊 所悟于上 无以 死下 所悟于是上啊 你的领导对你很凶啊 你不能再凶你的下属了 你要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啊 大家觉得大学中庸跟论语 是两个东西吗 中庸是理论啊 大学也是方法 论语梦子是表演啊 孔子跟他的弟子 还有当时候的人的表演啊 梦子也是表演啊 所以这个我们能融在一起 进而啊 好好去落实啊 用忠啊 很有味道啊 你用忠 你用真心啊 你所处理的事啊 一定往好的方向转啊 因为一报 随着正报转 今天我们处理事的 好像越帮越忙啊 那要关照 我们的心呢 可能夹杂得失了 或者夹杂 情绪了 才会造成这个发展 所以大学特别强调啊 物有本目 事有忠实啊 知所先后 择净道矣啊 其本乱 你根本没有用 好好用功啊 而莫自者 佛矣啊 不可能啦 比方 修身是本 其家是末 我们生没有修 修身是本啊 其家是末啊 本乱 每天发脾气 末自 家里 治理的很好 不可能 其所厚者 薄 厚就是你要下功夫啊 该下功夫了 该下在本上的 你反而下的少 厚者 薄了 其所薄者厚 那知末应该 这个 用点心就可以了 你把精力都投在末上了 其所薄者厚啊 未知有也 这事 成不了了 所以成语里面讲啊 不能舍本 逐末啊 不能本末到自然 那我们可以 透过经文啊 检查检查自己啊 我今天在处理室的时候 我的专注点在哪里 我的专注点有没有在本上 一切法从心响生 这个事能不能处理好 是我的心决定的 心正而后生修 生修而后加起 我今天在处理家里的事 我的心不正 能把事处理好吗 对啊 生有所分治不得其政 你带着脾气了 哇 处理不好了 有所恐惧不得其政 你要处理事 怕东怕西的 处理不好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赶快念阿弥陀佛 把这个情绪要调整好了 这叫立事练心 不能在哪里练 我们不能都怎么练 这一件事又黄了 你怎么这么练 每一次都是马后炮 我知道错了 事情搞黄了 才在说错了 你在当下处理的时候 不怕念起 只怕觉耻啊 一察觉念头里面有贪嗔吃 有情绪了 赶紧佛号提起来 稳住他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人家沟通的经验呢 讲两句啊 有点不舒服的感觉起来了 他以前的影像浮在脑海里了 然后自己察觉了 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他是阿弥陀佛 他是阿弥陀佛 在心里了 你嘴巴在那叨叨人家 不知道你在干啥 在心里提起这样的心念 对他恭敬 你一提起对他的恭敬 那言语就不一样了 言语一不同 对方一感觉到 他跟你的互动 就跟以前有点不同 所以根源还是我的心 问题不在他 我们这样的事经历多了 更相信了 真的一切法从心想 神不干他的事情 那我们慢慢就体会到老和尚 人生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那这样体会到了 在读中庸 设有四乎君子 师姑 师诸正骨 设见了 没有受众了 反求诸其身了 是我自己技术不好 不能怪弓箭 不能怪弓也不能怪箭 也不能怪今天风太大了 所以我们起个念头 他害的 都是谁谁谁 讲了那句话 今天太阳太大了 搞得我心情太烦了 都是境界的问题 别人的问题 起这个念头 那就是自欺 所谓臣其意者 物自欺也 人要不自欺 那他就很真实 不欺 那他很真实 他讲每一句话 他真心在讲 这叫真实 不能讲 应付的话 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 这个只有问自己了 我们讲这句话 是不是发自内心真诚的讲的 自己清楚啊 别人不一定清楚了 唯摩洁经说到了 执行是道场 无虚假顾 每一句话 没有应付的话 比方 这亲戚朋友劝我们 哎呀 你应该跟你太太沟通一下 你应该跟你 哪个朋友沟通一下 劝我们 后来 过了两天 这个劝我们的人问了 你讲了没有啊 有了有了 我有讲了 他也不领我的情 不过真心去做那件事情 那被人家推啊推啊 一点心不甘情不愿啊 所以这个就是啊 不实了 不是发自真诚心去做的 不真实 我们要注意哦 你真心用多了 越来越习惯了 你忘心用多了 应付的心用多了 哇那麻烦了 不知不觉 越来越习惯了 你想用真心啊 有时候用不出来啦 我看到 人家传给我一段话 小时候的时候啊 讲谎话 很紧张啊 为什么 孩子 一讲谎话 他心不安啊 很不习惯了 很紧张啊 长大了 讲真话很紧张 有点不习惯了 就像我们 在新冠 期间呢 你看我们三年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啊 好多人与人谈话 或者上课啊 都是线上 哇这个对小朋友啊 影响很大了 为什么 他关荧幕了 关 没有认真上课啦 在底下 有躺着的 坐在椅子上 在那晃啊晃啊 晃到跌倒的都有啦 你看他听课啊 他就习惯了 他就不专心了 散漫了 这个对他后面的影响太大了 其实我们不要盯着孩子看而已啦 你看他养成一个坏习惯要改很难啦 我们也是啦 你不用真心习惯了 要用很难啦 所以我们得实时提醒自己啊 一句话 一个动作 甚至一个眼神呢 我们都要真诚 一开始可能实而勉强啊 慢慢终则泰然 慢慢我们把这个习惯了 养成了 所以 这个不自欺啊 那就是 言语都很真实 对待人都很真诚真实 而且啊 会尽心尽力 跟大家有提过 德语故事啊 谬同自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这个谬同啊 父亲呢 去世的早 他是大哥啊 所以弟弟啊 他把他们照顾长大 后来弟弟们呢 都娶妻了 结果呢 这些弟媳妇啊 嫁过来一段时间以后啊 就提出来 要分家了 吵得很凶了 啊 这个谬同啊 这个谬同啊 看到这个情况 啊 啊 啊 我们在看这些德语故事啊 有时候可以思维啊 啊 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啊 我会是神样的状况 哦 大家想一想 哎 假如是我啊 我在这样的情境会怎么样 哦 哦 哦 我可能是几个 这些死没良心的人了 啊 你知道我照顾你们多久吗 啊 啊 那个那个 娶妻什么什么都是我帮你们办的 你们有没有良心啊 哇 你看火就上来了 啊 那大家 探讨探讨 啊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造成他 发脾气的 啊 是他的弟弟没良心吗 那只是个缘呢 因是什么 万法因原生吗 那生气是个果项呢 因是什么 啊 我们最近一直在探讨经一世长一致哦 你经历 经历这件事不知道问题处在哪 怎么长一致啊 哦 所以这个万法因原生呢 这个因一定要找到 啊 当然原因要清楚 啊 什么助缘造成的 啊 哦 哎 那这一件事啊 那这一件事啊 因呢 因是啊 我们的付出啊 有留在心中 嗯 假如付出啊 都没放心上 这些行为啊 啊 就不会激怒我们啊 啊 啊 这个责任不在境 在外面啊 啊 境界也没有问题啊 啊 哦 啊 我们是一起探讨啊 啊 这个是对自己啊 中述之道啊 啊 对自己啊 要探讨到根源问题的 啊 对别人呢 呢 素 啊 能够啊 体谅 啊 现在的人呢 哦 这个 会把责任推给境界啊 这个正常 因为他还没学嘛 啊 但是我们已经学了 哦 哦 那这个 下的功夫要从自己 心缘引微处了 啊 没找到这个 根源呢 下一次还会发生呢 哎 哎 我们就感觉好像怎么修啊 都没没太大的提升 啊 同样的问题啊 可能一直在那里转 哦 一切皆考验呢 看额怎么办呢 对境若不是 须再从头练呢 哦 哦 比方最近 有一个 同修 啊 他讲了 啊 他最近遇到的很多的人呢 是啊 哦 他也蛮烦恼的 哦 后来我听完了 我说 你所提的 这些事 造成你的 烦恼痛苦啊 啊 是 同样的原因造成的 哇 你看这么多不同的人 不同的事呢 因 一样 什么原因呢 因为你有攀比的心啊 所以你见这个人攀比了 见一件事 又攀比了 一比你就难过了 所以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啊 这个攀比的心 不放下来 哇 那够自己瘦的 每天不知道要难过几次了 哦 所以得检讨出来 根源在哪里啊 哎 如展独树 直断其根啊 哎 了凡世训的教诲 对我们修行很有帮助啊 哦 哦 哦 那 这个 谬童 他遇到这样的情境啊 哎 他把自己的门关起来了 然后啊 自己在反思啊 啊 我读了那么多的圣贤书啊 都是教我修身骑家之道 啊 我居然呢 骑不了家 哎呀 太惭愧了 愧对这些圣人的教诲啊 哎 他自己打自己了 没有童自抓啊 自己打自己了 你看他付出那么多啊 哎 他没放心上 他只觉得自己啊 德行不够 你看都往内啊 哎 结果啊 他的弟弟啊 弟媳啊 了解到这个情境 啊 良心的触动啊 哦 就跟他忏悔了 不分家了 哎 人真诚心善悔啊 对方的善根呢 就会被我们触动了 哦 哦 哦 我们学圣教有一个最重要的 大根大本 就是要相信人之初 性本善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但恐诚心未知 他有本善 他现在还没感动啊 哎 我做的还不够 所以 要尽心尽力 我尽到全力没有 哎 这个才是不期啊 我尽到 我尽到力了 这个我才是真心啊 啊 我做的实实在在的 我没有应付啊 没有虚的 哦 所以这个庙童 这个公案呢 后世读书人 讲了一句话 很有味道啊 天地间呢 除了自责 自责就是自我反省的 责备自己 除自责自敬 敬就是我敬到全力没有 自责自敬外 更无道理 啊 我感觉这句话很有味道啊 好 说实在的 所有的经典都在教呢 就在教我们 面对一切人事啊 我们能 能不能做到 自责自敬 常常以自责自敬啊 来下功夫啊 这个人的心就越来越真了 这个人在每一件事当中 在面对每个人当中啊 他在提升他的心境了 那我们看五轮里面 刚刚是谬童 我们举 顺王 他是在面对他的父母 面对他的弟弟 他的父亲后母 要害他呢 他的心境呢 我做的不够 负罪引特啊 是我错了 把过失懒 懒在身上 自敬 他 尽全力在努力啊 父亲后母还没感动啊 谁感动啊 摇地感动啊 把王位让给他了 所以我们看这些得益故事啊 要体会到一个道理 天底下没有吃亏的事情 更没有占便宜的事情 所以师长说 学佛首先学吃亏啊 我们这句话再解深一点 不肯吃亏啊 就是我太重了 你怎么提升啊 那我太重了 你怎么提升啊 会修行是在每个境界当中 把我放给蛋啊 这叫功夫啊 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 我直来的啊 那我越来越重了 那这个轮回 怎么出得去呢 这个道理不难懂啊 而且福田靠心根啊 又不是别人可以给你拿走的 担心啥 哎呀所以 李得心安啊 李真的 懂得不够透彻啊 这个心还是安不了 所以还得多听经啊 多熏啊 熏明白了 不自寻烦恼啊 依旧奉行好啊 依旧奉行不易悦乎啊 依旧奉行不易悦乎啊 他在家庭 这个静缘当中修行 行孝 他会修啊 在这样的家庭当中 把他的自信恢复了 得为圣人啊 所以会不会修是关键的 尊为天子福报现前的 富有四海之内 中庙响之 你看后世都 祭念他 祭祀他 子孙保之 他的福应啊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都受到他的辟应了 所以我们跟后代分不开啦 不能乱发脾气啦 不然到时候你做梦说 祖宗啊 祖宗啊 你别发脾气啦 不然我们可能就出不来了 父母祖先跟我们是一体啊 后代子孙也是一体的 我们啊 我们呢 把这个慈爱要展现出来 以后你的子孙都说啊 我有一个祖宗啊 现在在极乐世界 做阿维悦智菩萨 哇 哇 你看 你的子孙呢 这个 会觉得很有福报 首先 他们知道有极乐世界 你是坐着走的 你是笑着走的 你是看着阿弥陀佛走的 哇 没有什么比 比这个更珍贵的 更有价值的 你有这颗慈爱心了 赶快努力啦 到时候给子孙表演一下 是吧 我们有看过一个公案 这个要往生的人问说 你们有没有看过坐着走的 人家说有 有没有看过站着走的 有 有没有看过翻一个跟斗走的 人家说没有 他马上就翻了 他马上就翻了 很自在啊 我们不要当故事听 要有志气 走的自在啊 哇呀 这个真的是 就是为人演说了 哇你看现在 这个 人晚年啊 哇那个 业力献钱啊 做不了主啊 不只他很辛苦啊 家里都辛苦 所以福报啊 不能乱想啊 要放在晚年想啊 晚年没有障碍 神智清楚 做得了主啊 这个老和尚呢 都给我们知道了 修行人不想服啊 留着临终 没障碍 没障碍 这些理我们搞清楚了 我们在五轮当中啊 就肯吃亏了 不会计较了 只要求自己了 不要求别人 正己而不求于人 则无怨 奇怪了 为什么亲戚朋友对我 还是有埋怨啊 你看这些话都告诉我们啊 我们心上有问题了 我们是正己的功夫下的不怎么样 又要求别人了 那人家当然不服气了嘛 那 我这个开头好像开得有点长 这个 从用忠 当然我们是中华儿女 我们要明辅其实啊 要用忠 华呢 华是花朵啊 用忠啊 你的人生处处都是美丽的花朵 和华 华严精 砸花庄严 为什么 因为你用真心了 你在哪一个行业都行菩萨道 这个每个接触到你的人 他都善根增长 你看这庄不庄严 输不输胜呢 你随缘妙用啊 哇 那这个人生 这个真的是 百花园啊 你身边的人说你应该写一本自传啊 给我们后人的起发起发 你不要自己想去写自传啊 那有点自我感觉良好 你看人家老和尚都不攀缘的 随缘 连出家都是人家推着她的 什么 请她出家 我们不能丢了中华儿女这个名号啊 好好 这一生不能空过 总不能来这个事 白白来这个世间一趟 总要干有意义的事情了 那老和尚这些谈话教诲啊 我们呢 听一次要放在心上啊 你在哪里学啊 你能从洗个手 扇带水龙头 你就可以一集一切啊 一心入一切静啊 为什么说 圆解的人修一天 超过不能圆解的人修一解 差很多 我 圆修 一理啊 理解的圆融 懂得 你看这都是华眼的教导 一集一切 这颗恭敬心 这颗恭敬心 入一切人事物当中 你说她这么修 哇 那 这个一日千里啊 她的成长啊 亲戚朋友都看得到 那她的亲戚朋友就从她身上 对圣教有信心了 老和尚这段开示里面 是有一个弟子啊 切了一盘水果出来 老和尚说 修行啊 就要在切水果上修 你假如切的大一块小一块 人家看了都不想吃啊 当时候韩馆长 带着大家 去吃饭 重点是什么 看人家 菜怎么烧的 为什么烧的好 像人家学习啊 五十三餐啊 那不能当故事厅啊 上馆子是五十三餐啊 那啥时候是五十三餐啊 总不会只有上馆子是五十三餐吧 那大家听而无听啊 不能听完了 今天晚上就要求要去上馆子了 这个要用钟 家里经济状况要衡量 吃啊穿啊都要用钟 一贵节不贵华 上巡奋恰趁家 趁家就是家里经济情况 要考虑 方方面面考虑 这才是用钟 你不能偏啊 顾此施彼啊 这个都不是用钟了 大家不要一听 今天陈德法师说上馆子 明明人家李秉人老师说 别吃馆子 他听着听着打架了 这个陈德法师跟李秉人老师讲的不一样 所以听东西啊 一意不一语啊 四一法很重要 要会听哦 老和尚有一个专题啊 大家一有空啊都听几遍了 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 首先教我们什么是善 善听 也不能听执着了 要听在表象的语言文字上啊 老和尚一讲 通通都要放下 哇 你马上 工作辞掉了 嗯 那那 这个不善听了 止理费事了 理是心上放下 事上没妨碍 听都不能听 听出执着了 哦当然 假如诸位忍者 你们听啊听啊 觉得 啊 成德呢 好像 讲的呢 有一些地方矛盾了 冲突了 哦 大家一定要提出来 不然我就罪过了 而造成大家的 这个疑惑了 那因为 不再造新秧了 我造成大家的 这个迷惑疑惑了 我就有罪过了 大家可以提出来 啊 啊 这个我们 呃 这个传统文化学习班呢 哦 这个 我们确定时间还没定啊 想说这个 7月 11号 礼拜二啊 啊 跟大家 做一个交流 啊 现在礼拜六礼拜天都有活动了啊 不好意思啊 可能要 排排在其他时间了 排排在其他时间了 好 哦 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 所以啊 我们一接触什么 人事物 什么话 你 你一不小心 你就执着了 观心为要啊 哦 而且呢 一出现执着点了 就不是真心的状态了 嗯 嗯 嗯 这个观自在菩萨 行身波罗波罗密多士 这观自在 我们 的念头跟 自性相应啊 这个叫率性之为道 在道中了 啊 为什么老和尚常说 真诚亲近 平等 正觉慈悲 这五星是我们的真心 我们的心念跟它相应了 哎 我们身心啊自在 放松 哎 当我们的念头呢 有执着了 比方说 控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 别人说 我为你好呢 哎 这个话 真的为人家好吗 哎 你看深一点呢 已经有控制的念头起来了 这个言语的声调才是这个样子 哎 你真正柔软了 一心为对方 对方 不领情了 你横顺众生了 不能强求 哎 对方 遇到一些事了 哎他体会到你的苦心了 哎 哎 他会再回来找你了 这佛菩萨帮助众生呢 不急于这一事 不急于这一时 他得随顺应援啊 不能去控制要求啊 不然跟众生的缘就 搞坏了 搞坏了 哦 所以柔和直指摄身德啊 你看这个菩萨四德啊 是我们处世四个纲领啊 哦 真的很好用啊 你任何问题掌握这四个原则 我们就不打烦恼了 为什么 你一思维这四个原则 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啊 很多功夫要下 哪还有时间浪费在烦恼呢 抱怨呢 不说别的 威夷助持有则得 我们要以身作则啊 我们都不是从胎教开始 不是从小开始啊 都是长大才学的啊 好多习气 要下功夫啊 不然人家对我们怎么 可以信任提升呢 包含随缘妙用 无方得 怎么才妙得起来啊 不动情绪才妙得起来 一动情绪就不妙了 哇那体会到不能动情绪啊 请问大家要下多少功夫 你一天念佛 没有念几千声上万声 你要不动情绪 I can't believe it 我不相信 你妙念比佛号多 你不起情绪 可能有 我办不到 因为讲话不能太绝对 太绝对又有人不高兴了 我说一定不可能的 就有人不舒服了 出言顺人心啊 言语要含蓄 要仪式 可能就办不到了 叫仪式 不要说你一定办不到的啦 人家听了就不高兴了 我们常说啊 初发心成佛有余啊 其实这一句话 可以用在我们处理每一件事 对待每一个人 对待每一个人 我们对每一个人 每件事的出发心不能变啊 比方说我们劝 劝朋友 劝他不听 神奇了 变心了 狗咬吕动兵 不是好人心 对啊 你都不变心了 哇 事有百折不挠之真心 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 出来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感受过啊 感受过啊 比方说 今天啊 你曾听到一个 亲戚朋友的情况 哦 问题 你一听到啊 情绪有点不动 啊 这个手机拿起来啊 写了几句 感觉自己啊 心不够平 放下来 然后赶快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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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念佛 这个心呢 比较安定下来 再来写这个短信 跟刚刚啊 想的那些内容有点不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你看前后啊 可能才几分钟 十几分钟啊 可是写出来的那种差异非常大 前面呢 有带情绪 心静下来了 能包容啊 能关心他了 替他想了 说实在的 当一个人出状况的时候啊 他内心也不安了 他也不好意思啊 当我们过去是情绪的时候啊 也会调动他的情绪 他也不高兴了 甚至于他没表现出来而已啊 你就可以发觉好像跟他距离越来越远 但是他错了 你的言语 带着包容 带着体恤 本来是件错事啊 那毕竟 既往不救啊 这也是论语教的 事已经造成了 你在那发脾气 对自己对对方 一点好处都没有 这个时候你 用真心再发过去了 有可能就触动对方的 善根 所以真的没有坏事啊 所以真的没有坏事啊 我们心用对了 真的事事是好事啊 最近也是有听到 同修的孩子 同修的孩子 出了情况了 这个妈妈以前可能就会唠叨跟骂了 这次都没有 然后呢 一直陪伴他去解决问题 结果这个孩子 本来都不怎么学传统文 经历这一件事啊 主动要学了 你看 这不是随缘 没有用吗 可是要吻得住脾气啊 不然这个鸡眼就过去了 所以真的从菩萨士德一思维啊 我们好多功夫要下 我们为什么遇到境界做不了主 明明知道很多理了 在境界面前提不起来 还是烦恼做主 这是业力造成的 我们在轮回当中都有业力啊 内的烦恼是业力啊 外的这些诱惑啊 静缘也都有业啊 老阿上说 张家大师教给他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 你求不到啊 是因为有业障啊 要消业障啊 我们在境界当中 情绪都做不了主 这就是我们的业 业力产生作用了 好好拜佛 好好念佛 好好听经啊 读经啊 这个都是消业的方法了 佛号真诚念 观无量寿经讲的 一句佛号真心念 灭八十一劫 生死重罪啊 那消业的力量很强啊 你一念佛 称明 食及玉光食 光明普照十方世界啊 你一念佛 就是众生有缘 遇失光者啊 遇阿弥陀佛的佛光啊 构灭善生啊 身意柔软啊 这么好消业的方法 都告诉我们啊 我们得老实休想啊 老实念啊 不能让那个恶性循环 每次遇到境界 理懂那么多 就是做不了主 继续这样的情况 没有办法改善 不行啊 一个月好坏就过去了 一年又好坏就过去了 不能没进步啊 虽如逆水行作 不静则退啊 啊 承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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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遇到的问题 种类都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 是同样的 就是我们念佛太少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好这些问题 但是提出这些问题的人 有没有好好念过佛 而且 我们在感受感受完 问题是你自己想通的好 还是别人把答案告诉你 像成德初学佛 没有人可以问 就是听老上讲经 这奇怪了我也没有起一个念头 我赶快去找到老和尚 当然是因为送光碟给我 送那不是光碟 送录音带给我 的那个同事 他给我说这是一个大陆人讲的 我落了一个印象就是 老和尚人在大陆 我也见不到他了 过几年我才知道老和尚那时候是在台湾的 9899人在台湾 所以这个还是我自己的问题 跟我的同事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去check 我没有去检查 听了就这么认为了 所以以后呢人家告诉你什么 你没有去检查 不要怪别人说都是他害我了 他给我讲错了 反求诸己啊 因为我们没有检查 所以当时候就学啊 没人可以问 可是老和尚都教啦 说实在的我们会提出这些问题啊 也是我们听老和尚讲经太少了 不然呢 其实讲经的时候教啦 我讲到这里可能十一号 我看没人提问了 开玩笑 你假如用经教思维了 还是不能解决 还是可以提的 落实 心友谊随杂记 这个心友谊也没有说 心友谊马上问 心友谊啊 可以先问问Google老师 把问题打上关键字 还有净空老和尚 刷 可能就有答案了 或者用他老人家的教诲 思维 有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开了 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说啦 他自己比方说准备这一句经 怎么讲 准备有瓶颈了 先放下 去拜佛 拜啊 拜啊 拜 想通了 有灵感了 老和尚说啦 那个灵感有时候像泉水一样 涌出来了 哇 赶快记下来 何其自信本质具足啊 为什么我们想事情想不通 因为我们没有把妄念止住 把情绪止住 你越想就越烦 还是要关心为要啊 真的念佛了 一切莫管 其他的事先不要想了 字句分明 频频长长 老实念句 这样心就慢慢静下来了 所以当时候一遇到问题 要不听老和尚讲经 你一听 你很专注的时候 忘念也起不来了 公公正经的听 你的心也安定下来了 而且老和尚讲的 都是让我们消归自信啊 哪一句的指导不是让我们 舍忘 舍掉烦恼 归真啊 恢复真心啊 用对心啊 你随着一句一句啊 你看听十五分钟老和尚都讲几句了啊 把一句真的听入心了 心念就转过来了 就想通了 知道怎么做了 一开始学佛就是这样 或者是去念念佛 先不想了 因为越想越烦了 越想 心越不安定了 那这不会有好结果的 念佛了 念念念就有灵感了 当然每个人得力的方法不一定一样 最重要的是习妄念 有些人用读经的方法 专注一次一次一句念 忘念就下 就 扶住了 就消失掉了 那今天 老和尚这一段 跟大家探讨 那当然这一段话后面呢 还有提到啊 这个三个人住在一起 分工 老和尚提醒了 你们虽然分工啊 但是呢 所有的事情啊 大家要轮着坐 不然 你三个人分工 突然那个管煮饭的人 有事了 那就没饭吃了 老和尚都在这些生活当中 指导我们 怎么做人 怎么做事啊 你在考虑事情的时候 随时要考虑到无常 这个世间的缘分随时在变 你要做准备 现在企业说的 危机处理 小组 你要有危机处理的机制啊 那当然大家学东西 要学 学火的 那是他三个人的 一个 一个单位 所处的 所处的状况 今天你单位 有一百个人 能不能这样操作 学东西是活的吧 不能死般硬套的吧 你不能听完 老上这个 回到你的单位 每一个人什么事都得学 哇那完蛋了 你这个领导人呢 会把团体给 搅得晕头转向的 你听老上的经不会听啊 会把自己的组织 搞得晕头转向的 你不能很灵活去领悟的话 你学死了 那就用错了 那一百个人怎么办 一百个人他有不同的部门啊 他每个部门里面 他工作要互相熟悉啊 一个人两个人 突然有事了 都可以运转 我本来一开始讲这个呢 就是 一开始课程开始了 我就请 刘老师 你来主持吧 就让我想到这个事情了 这个是缘起 不过这个缘起讲得太长 一个半小时到了 哦 尤其啊 我们说人能宏道啊 这句话 我们在课程当中啊 我们一直在感受这句话 在探讨这句话 是我们把传统文化的中述做出来了 把传统文化的道义做出来了 这才能宏道啊 像我们团体很多可能都是平常就有工作了 哦 这半般的时候来做义工啊 那他们有家庭有工作的责任啊 那我们随时要体恤到他家庭 体恤到他的工作 那我们这个心 行啊 才跟道义相应啊 哦 这样叫君子义以为职啊 君子很重要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这个义 义制啊 哦 尤其家里有什么事情 让他没有后顾之后去处理好 哦 我们让他放心之外 可能在帮得上忙的地方 再给他一些支持 他感觉到 哎呀 这个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啊 不是亲人 甚是亲人 这叫法眷属啊 法眷属的情感应该不亚于 血缘的情感呢 哦 因为法眷呢 都不是一生的缘 哦 很可能过去是啊 就结这个缘了 好 是有同修举手 是吧 哎 有请 您的麦克风好像还没开 师傅好 你好 呃 尊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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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好 就是嗯 学生有一个问题讲 呃 请教法师 也是 呃 不知道时间够不够 然后 呃 因理想到大家的缺席 您这个问题急不急 呃 有一点可能不太急 但可能比较重要 哦 好 好 那您好 那您请说 呃 呃 法师就是 您刚才课程中提到的一些 关于修身的一些问题 包括如何放下一些呃计较的心 如果提起一些道义 包括不落一些印象 然后嗯 学生就是觉得 好像这个修身的标准好像 光靠世间的这种 嗯 好像做不到 就是因为世间好像难免还是存在一种 情职嘛 还是存在一个我职 好像 就是学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呃 法师 是不是咱们学习论语 包括学习四书 咱们是在用 呃 这个方式在 破除我职 或者说是在用一个 更高的标准在进这个道义和修身 想请 法师答义和为我们开示 而不到之处请法师 尽量也请诸位 同修老师尽量 阿弥陀佛 好 您这个 您这个问题呢 好 您这个问题呢 首先呢 我们辱识到 啊 卢士道啊 啊 圣人呢 其实都是在指导我们修身 啊 指导我们呢 啊 能够出轮回 哦 你不出轮回问题没有解决啊 哦 这些如是道的圣人都是 同体大悲啊 哦 首先我们 这个信当中啊 哦 卫尔大师讲六信信己 啊 第二是信他 哦 我们信阿弥陀佛 释迦如来 要信孔子 啊 佛经里面 孔子的身份是有暴露的 哦 在启示戒经 哦 这个是 净土中六祖 哦 永明严寿禅师的 万善 哦 同归吉 里面引的佛经 启示戒经 里面就提到了 释迦牟尼佛 浅恶大菩萨 于震旦方向教化 哦 那印度的震旦的东北西南方向就是神舟大帝 哦 那 等于是孔子跟老子是两大菩萨来教化我们的 都在给我们 扎好基础的 为什么大神佛法传到中国来 整个中华儿女的接受度这么高 完全没有 没有 这个相抵触的地方 那这个不能不感谢老子跟孔子 所以 这些教导啊 他都是相通的 所以我们在课程当中在开一些道理 其实主事道的教会都有啊 理同出于一远 道并行而不备 这个是 雍正皇帝上遇说的啊 好 您可不可以具体讲一下你的 就是说 比方说你刚刚提到 这些教委要我们修身啊 但是还是有情职啊 就是你具体困难在哪里 可能你是不是觉得他比较太高了 可能刚才表述的不够详细 就是因为根据自己之前的一些经历吧 就是也是曾经也通过学习传统文化 然后也是曾经让两边的家族 包括长辈们 因此而升起一些信心 但是确实我们这个时代 真的跟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太一样 因为受功利思想影响特别大 而我自己本身也是 也是半路出家那种 二十岁左右才开始接触 可能还是 虽然父母两边的家族也是 也挺有福分啊 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就像刚才老师说的 可能还是会有自己的 做了很多之后 或者说 吃了很多亏之后 慢慢慢慢的那种急躁的心 包括有求的心 包括很多的委屈 因为就是自己一个晚辈啊 然后母亲家族那边有七八个 姨妈 然后父亲家族这边 也是有 呃 也是人人数也不少 但是 到后来就有点撑不住了 就那种 空 加上 父母对我的那种控制 包括自己对父母那种控制 慢慢就起来了 所以后来慢慢的就 那个缘分也就不好 所以其实又 也给穿的话 也抹了黑 就是感觉到 有时候人到 就是 付出到极处 或者付出到一定的程度 或者说是 忍耐到一定程度之后 因为 先是因为恩嘛 念恩 但是这个恩到后来 如果那个我只 如果就刻意 事实上那样说 反求诸己 反求诸己 把自己也是 总是想自己还哪里能做到更好 自己还要哪里 就到后来从 自省变成一种自责 到一种自卑 到一种不利感 然后慢慢就会又生起一种 就从恩 念恩变成念怨了 就爱之生啊 恨之切 所以其实就 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 所以后来自己 就是总结到 可能我这还是只是在用 事件的一种法在 要求自己 那其实 可能我应该 是不是 老师们讲的法 可能应该是用更高的标准 那可能就是要 就是要 破情止 这个才能做得到 因为光靠情义还是 或者 还是会 会难免会出现 偏颇或者出现极端 所以我才想到刚才那个问题 想请 师傅 开始 是不是 其实我们是在用更高的一种标准 在修学 或者说来 解读 无价的经典 或者说道价的经典 我们在用更高的一种标准 或者说更觉悟的一种标准 在自我要求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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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语 这个首先 他提出来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呢 他是在天课当中 产生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来挺好的 等于是 这一个因缘呢 就在这个时候啊 能够搞清楚 不要打包 首先这里也要跟大家致歉了 可能以前呢 大家听完这个课案 老师也好几个问号 东东东东 又没得问 又带着这些问号 继续去生活 不好意思了 好 我想呢 我想呢 首先呢 要认识一个 意理 就是情意 情直 这个可能要搞清楚 这个可能要搞清楚 情意啊 这个意志呢 应该做的 叫情意 那今天我们觉得应该做的 那做完就完了 你不会放心上 你不会希望对方要给你回报什么 我们很简单的 你看父母对我们的爱 我没有感觉到 父母 要我回报什么 他做完 他连心上都不留 这无条件的付出 这是情意 而且这种情意啊 还怕什么 怕做的不够好 哇 你看呢 诸葛孔明 那已经鞠躬尽瘁了 在他的心里面 他感觉不够啊 对不起先王啊 所以这个是意 应该的 那我们在面对这个五轮的因缘当中 我们会产生情绪啊 那是属于情直 你看直 直着 你有控制 你有要求 那个叫情直 那当然情意啊 你还得再提升 叫情觉 因为情意有时候啊 你尽心尽力啊 但是你还是牵挂 那你就出不去了 你看有很多大忠臣啊 他放不下国家民主啊 那他可能还在轮回 他出不去了 但是他那个精神啊 那我们是真的是佩服了 可是他真正遇到佛法了 那他也会出去 为什么 他真听明白了 那他 他知道 没有出轮回 解决不了问题了 所以他可能知道之后 他那个修行啊 那成就很快的啊 因为他成就了 去阿弥陀佛那边报到 回来就是阿维越智菩萨了 他对人民 他对国家贡献更大了 真帮的上马了 所以这个首先呢 我们对 情职情义啊 这个要了解 不能说 人家要去敬一份 情义了 道义了 你还阻止人家 你别搞情职了 你不要跟你家里的人搞情职了 哇 那你这个 误讨别人 去敦人敬奋 你不妥当的 好 今天时间有限了 我就再提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您现在啊 最重要的 要建立信心 本觉本有啊 一定可以恢复 不觉本无啊 一定可以去掉 最根源的是 首先你现在对自己啊 信心不足 可能你要去做一件事啊 哇 好多 可能你前面呢 遇到挫折的这些情境啊 你都会浮起来 会影响你的信心 你的心情 所以这个 你要把信心的 建立起来 不觉本无 我们要去感受到 不觉本无 您刚刚说的 自卑啊 自责啊 包含 抱怨啊 你种种这些心念 都是不觉都是忘心 他没有 可是呢 这样的情绪啊 我们一直在起 一直在起 就把它当真了 你就会在这些情绪当中啊 跳不出来了 那我们得想办法 跳脱这个 这个循环 就像我们今天 探导到一个重点呢 我们经历的每件事 我们有没有 找到 问题的根源 比方说今天 我跟亲人 相处 结果 彼此 情绪失控了 那我为什么会发脾气 因在哪 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他遇到了那么多人事 但他的问题 同一个 就他攀比了 他把攀比心能放下 那这些问题 烦恼就不见了 不存在了 所以今天 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些事 到底 因为你所遇到的人跟事 它只是一个源 他会让我们产生这些情绪 阴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 就像我们刚刚分析的 我们把付出放心上了 当对方的表现 不如我们想预期的了 我们就会想去控制他 我对你付出这么多了 你应该怎么样 你怎么可以那样呢 那根源是 我们的付出产生了控制要求 当我们真正看到这个根源 我们知道这是忘形 这是烦恼 你肯把它放下 你把它放彻底了 那同样因为这个根源 所引起的烦恼就 慢慢就减少了 所以您现在 就是应光组织常常教导的 圣狂之分在乎一念 您现在要在每一个静缘当中 能够观心为药 自己的念头已经产生 你刚刚所叙述的那些烦恼心了 你要能观照到 那不怕念起 只怕绝持 赶快 赶快 心里面佛号要起来 假如你觉得佛号 扶不住 那你可以先离开 我们立试练心 要经一试长一智 我扶不住了 赶快 先离开 不要又造成了冲突 而且您现在 就是这个观心为药 这个别人帮不上我们 都要自己下功夫了 比方说我从您刚刚的叙述当中 我就举一点 您现在 首先 你因为过去做得好 对你现在产生压力了 以前这样 现在怎么这样了 你会越想越心乱 我们的烦恼 有可能因为过去 你产生攀比了 然后呢 你经历这些事 你都放在心上了 你对未来产生恐惧了 你不想去面对人 不想去面对事了 因为过去那些 烙的痕迹 太深了 所以你现在变成 要用阿弥陀佛佛号 清空这些过去 的事情 不要让它常常冒 让佛号越来越多 有佛法就有办法 我们要相信自己 相信 一念变虚空法界 你这一念心真 你的愿力提起来了 你真的很想利益 亲戚朋友 有缘的人 这一念心可以感得 诸佛如来的加持 静修节要三十一拜说的 一心观礼 尽虚空辩法界 常住三宝 十方护法菩萨 精刚犯天龙神 圣贤等众 我们这一念真 变虚空法界 常住三宝 龙天护法 都感应 你有这个信心 就会给你力量 性为道源功德母 而且 有个小建议 您也要 学幽默一点 首先跟自己幽默幽默 遇到挑战很大 上天太瞧得起我了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毕竟苦其心智 跟自己稍微幽默一下 您偶尔要 relax一下 你别把自己 这个 好像压得太喘不过气来了 待会下课 我不知道您在哪 到森林里走一走 放松放松 宽某相继 不要用力过某 都方持国贴王 悬不能崩得太紧了 而且我告诉你一个 大实话 你遇到的情况 很正常 是每个修行人都会遇到的 真修的人 不是真修 你还遇不到这么大的问题 所以 这个下连导给我们打预防针 末法众生 根顿业重 内膜外障 无人不拒 协脱正少 退意境难 退容易 境不容易 若多无苦 忍从何身 没有这些境界 我们的人路怎么修 没有修人路 成就不了事 小忍小成就 大忍大成就 所以戒笔磨脑 兼我愿力 只要降猛 不怕贼强 所以这是每一个有愿的人 你必接受考验 我接触的人不算少了 真修的人 没有一个人 是轻轻松松的 都是经一帆寒测骨的 我没遇过一个 轻轻松松 然后成就的 你看 刘树云老师 也被人生考到 都要寻短的念头都有 你说他轻松吗 所以你不要压力太大 彼此彼此 我也考得也是 很痛苦 都觉得 有点呼吸困难 明天我还见得到 都还有这种静缘 所以要在 圣狂之分 在乎一念 不要 不要去想境界 想一堆人 守好这个念头 就变得简单 不要把修情搞复杂了 把念头覆好就对了 好 不好意思 超过半个小时 这一次来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